特朗普星期一在有大量拉美裔人口的德州城市达拉斯 繼續就移民問題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說 利明房地產大亨主張沿著美墨邊界修建一道圍牆 以阻止非法移民 他又建議遣返已經美國的無證移民 在達拉斯的抗議者阿維拉說 而卡森正在努力吸引這類選民 在我們社會 去批評我們我們是其他人的敵 如果我們有一個不斷 前衛浦公司的行政總裁菲奧利納 有所上升 不過前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殊 一度被認為是共和黨的大延門 但是最新民調顯示 他位居第三 遠遠落後 川普和卡森 目前川普張揚的風格大行其道 但是川普的對手認為 他鼓吹的主張都不現實 民主黨參選人希拉尼哈爾頓 星期二在愛奧華州一次競選活動當中 譏諷川普 Oh listen I don't need to tell you anything When I get there Peace will be breaking out everywhere Prosperity will be raining down upon you We will have the new age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在10月份將會舉行首場辯論 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報導